欧洲太空总署今年7月发射升空的欧吉里德太空望远镜 传回了首批影像有助于解开暗物质疑团 距离地球1500光年的猎户座《马头星云》 在镜头下清晰可见 欧洲太空总署公布欧吉里德太空望远镜 首批传回地球的影像 还包括螺旋状星系跟阴仙座星系团 因先做星系团的背景中 潜藏超过10万个星系 有些距离地球100亿光年前所未见 有望帮助解开138亿年前大霹雳之后 暗物质及暗能量如何促使宇宙扩张 暗物质 人类肉眼或利用X射线都看不到 欧吉里德太空望远镜 今年7月升空后号称暗宇宙侦探 负责调查占了宇宙95%空间的暗物质及暗能量 还要创建涵盖21个星系的3D宇宙地图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也更进一步 对人好逼